你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胜了 咱们兄弟俩 军灵天下 败了 大不了 咱们一起从头再来 谢谢你兄弟 跟进你的实际情况 我这边有一款 非常适合你的妙方 只要你认认真真地 回答完这些问题 你就能发现 你心中等待的人 他究竟是谁 你今天这个冰激凌 好像就没有停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想一直不停地吃冰淇淋 那还是说明心里有事呗 明珠 你说爱一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还在纠结这个事啊 萨萨不是带你去找了一个 什么塔罗占卜的朋友 我去了 一看就不靠谱 我们这间只有你在热恋 我还是直接来请教你 比较好一点 这么有哲理的问题 明珠老师不打算免费授课哦 咯咯咯 我给你和郑哥买的结婚礼物 如果想要的话呢 就要乖乖地把毕生绝学都交给我 这么突然你让我从头说起啊 就说你跟郑哥 他呀 我就是上辈子欠他 其实吧 我以前以为我需要的男人 是一台甜筒剂 给我制造甜蜜就好了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呢 我才发现 我需要的是一台榨汁剂 只有他能把我脑海里面所有的情绪球 都扔到这个榨汁剂里面搅拌 只有把你的喜怒哀乐压榨成酸甜苦辣 这才是你的人生百味啊 爱情也是无奇 比如说 能够抓住我的 就只有这个盖茨的真正 但其实说实话 真正跟我想象当中 另一半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所以呀 爱上一个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老大 我这刚入职咱们不能出去清楚清楚吗 没钱 不是 没钱 我这第一天入职也不能吃这个 欢迎你加入 反正呢 你这公司也成立了 梦想也续上了 其他旁边呢 你可得加压油啊 我这一块活起来就不上你的嘴 咱们先入好了 我结婚的时候你给我当伴郎 伴郎比新一郎太帅了 我压住他风头 你压不住我 给我吃了这活腿肉 是吗 看看这个 吃完鱼饭 好 我以前以为我需要的男人是一台甜筒剂 给我知道甜蜜就好了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呢 我才发现我需要的是一台榨汁剂 你见证爱的那个人呢 是可以把你脑海里面所有的情绪球 全都拿出来的人 抓走情绪球 抓走情绪球 说得那么玄乎啊 这有什么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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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骗人的测试我也相信 你怎么看 我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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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暂时看来 你只是因为这个星期 吃了太多冰冷的甜品 所以引发的心脏不适 谢谢医生 那是不是就说明我没什么事 姑娘 你先别担心